花岗国中私足乐团 这次在全国的学生音乐比赛中 获得了特优的佳击 并从全国160组特优乐团中脱颖而出 17号将前往高雄的魏武营国家 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进行演出 而市长魏家宴在日前也特别前往 替学生们加油打气 并送上了麦当劳餐券 祝福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表现 花岗国中私足乐团 在值得老师正丹琪的带领下 这次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中 获得特优的佳击 并在17号将前往高雄魏武营国家 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进行演出 教育部为了要让这个基欧团队 能够有更多表演的舞台 然后也让大家更认识这些团队 那所以他在三年前的时候就举办了 这一个特优团队的 异想青春的音乐表演活动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艺术的最高殿堂 所以他们在征选这个特优团队的时候 也特别在全国赛举办完了之后 再特地让特优团队重新再寄影片 然后再选出最优质的12个团队 这样所以总共竞争的队伍有160队 这样对那所以我们这次花岗国中 是唯一的私足的被选上的队伍 对所以是非常的难得 而市长威佳燕在日前也特别前往替学生们加油打气 并送上麦当劳餐券 祝福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表现 我想花岗的音乐其实在这些年来 都是持续的一个特优 那尤其是在今年 特别到了我们全国里面又被 100多队里面又重新再筛选 里面的其中一队 到了我们魏伟燕去做展演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都可以鼓励孩子们 朝自己的一个兴趣去做一个发展 那在这边今天也来看看他们 也借此来鼓励 希望他们在展出当中是表演最好最棒的一面 呈现给我们所有观众们来看 花岗国中十足乐团 这次前往高雄将演出两首曲目 分别是小丑之舞及茶马 都是配合学生们的个性 及所擅长的乐器而定 相信届时能给予听众们 非常盛大的听觉饗宴 花岗十足 站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